實在就是S.U.N 這台是2011月主場的比賽 WonderMita 1.87人座 他現在128百 全圓七圓半件 這台是2011年4的2010年為主場 全圓七圓半件 結局非常漂亮 不過有經過不上空洞 這台車的七圓座裡面 不管是H Mazda的馬5 福特的IMAX 他的排氣量都是2000 只有這一台 他在2011年裡面 他算是唯一正氣的 而且積極十一點大 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232的設計 都是可以右四方 後座的話就是 如果我後面不需要坐的話 他後面也是可以 放置一些東西 以及他裡面這邊還有一些地方 置物非常的方便 真的 我身高差不多一百七十公分 不過我是可以整個躺在裡面 他裡面的空間都非常的大 可以嗎 還舒適嗎 還可以啊 好唷 其實重點就在於說 1.8的七人座 對啊 就相較於其他的七人座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 Lavina 稅金非常 稅金很低啊 嗯 像2000的 他的稅金是一萬七千四百二十 燃料稅加拍照稅 但是這台的一年度 一整年度的燃料稅加拍照稅 只有一萬一幾個 跟RT10跟Yaris 都是一樣的稅金 但是他是七人座 但是他是七人座 對 家庭出遊非常的實用 而且又是二三個人座 不管要 載東西 後座攤坪也可以載 狗狗或是貓咪 就可以啊 所以也不怕說弄髒座椅 這樣子 而且他不對啊 他就是這順子 其實 難方不明 近年的就只有Sienta 1.8七人座 Stay Suite 這樣一樣七人座 但是是1.8歲前 很厲害耶 其他的補償 就沒什麼補償 絕大部分都是2.5 所以這是我們推薦最高CP值的 七人座 七人座 修女座 這是一個變形金剛的過程 好 完成 10年12月出廠 所以是2011年時的光能路程 1.87人座 車身號碼引擎號碼都在這邊 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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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程數 一二十十六 這個就是煙氣 車體外觀 都沒動過任何一個板件 好 再來就是 就是它車內配備的部分 前面這個就是抬頭型時期 就可以看到它的旅程 目前你的旅程多少 我之前是不是又去看持續啊 那投資看旅程多少 看持續多少 自動感應頭燈 小燈 大燈 以及前屋燈 還有後屋燈 這就是它的前方雨刷跟後方雨刷 這個就是它的原產雨刷 跟噴溫 都是自動折疊的 都是電動折疊 全車無煙車 全車無煙車 這台比較長的應該是它的後面的雨刷 這個是15吋的圈 5吋的雨刷 9吋6吋20 好 十三 四十一 实在就是SUM